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大锅 这给你看看 哇 这里什么都没有 可是就在这里给毛主席煮饭 这边可能是一个蒸锅 然后这边呢可能是 也是一个蒸锅 蒸馒头啊什么 你想要冒着烟的感觉 那么可能还点点小小的那种油灯 那么这个地方呢是 烧火的 烧柴火的 我都不知道还烟出来的 哦 从哪出去 所以这个地方真的是 过去的生活啊 就是毛主席他们这个三一年的生活吧 在这里就这么简单 像现在的豪华电脑 哪里去找不可能的 就用简单的生活 同样能够培养出来 这么伟大的革命家 我觉得其实是生活的品质 和生活的享受吧 其实不能决定一个人的成功 和他的优秀 我觉得一个人的优秀吧 是他的那种精神 所以就是衣食住行 只要是我们能够保暖 能够吃的差不多 你看他们那个 连吃都没有吃皮带 那么还能有这种精神 其实我就觉得是 真的是人本身的那种 就是跟地理跟自然 跟这种结合起来这种精神 我觉得是最可贵的 还有就是在没有可能 没有条件享受的情况下 给你提供这简陋的条件 实际上对你的一种挑战 那个时候才更能激发你 去做最优秀的 你去发挥最优秀的你 因为那是一种挑战 一种潜能 人的极限 只有在困难的时候 才能出来 所以这集白领秀呢 讲的是在毛主旧故居的厨房里面 讲的是挑战 挑战自己 就是怎么去挑战自己 所以非常非常的特别 你看我给你看看 这些刚才这些 他瓦的那个勺啊 这可能是捞那个 捞那种面啊 或者是菜啊 可能是煮面的 然后这些当时用过的 这个我是斗林 可能出去下雨了 可能呸着 然后这是装酒的吧 装鱼的 这鱼不会漏下来 然后那个水可以漏下去 这是斗林 塞麦子啊什么的 然后这个 这个您进来 孙老师 这个是干嘛的 我还不知道 所以我好多还不懂 你看这口大缸 然后呢就是 哇这声音 哇好实诚 所以就是当年的 这两个水桶 漂水的 哇水还不知道在哪里 就是 所有的生活你看 都是那么朴实的 你看 你看到现在 白领秀里的白领 其实就是当时 红军就是这个样子 也有女兵哦 好多女团长 还有好多他们感人的故事 所以我正在中国 在瑞京 所以这就是 这就是 黑领兵兵兵 看起来 我的衣服 然后拿着水 然后烹饪 这是在厨房 所以谢谢大家这集 收看白领秀 我们是在毛主席的故居 瑞京真的是好幸运 我给大家 无限的感激和尊重 对我们的前辈 谢谢大家 试探白领秀 下集再见 感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